我是通过卫生棉堂发现了自己的 pussy的路口在哪里 就我塞了两根棉口进去 我忘记把上一根拿出来了 没有尝试过把那么大的东西放到自己的 pussy里面去 剪掉剪掉 Hey guys It's your girl RayRay 上一期视频我们聊了一些我们减肥的经历 然后这一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妇科方面 还有关于月经产品方面 我们的想法和经历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Rachel 然后我现在是大三 这是我的频道 我是host 然后现在在我的房间里面 所以有点乱 Next Hi 我是Sereen 然后我大四 是Creamy的好姐妹 Hello 我是Lisa 然后我们三个人来到这一个 non-perfect的这个项目 然后想要为女性公益事业 宣布的一个 怎么开车女性公益 我叫Lisa 谢谢大家 Hi 我是雷元 我也是大三的同学 然后是Rachel的室友 话不多说开始吧 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问题了 你是用棉条还是用卫生巾 还是用月经被弹幕 也可以互动一下 你们是用的什么月经产品 从我开始 我一般是用卫生巾 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会用棉条 因为我觉得晚上睡觉很容易侧漏 然后我一般是用卫生巾 之前尝试过用棉条 但是总觉得自己不太得药理 就总会有异物感 然后后面有一次突然就get到那个点 从此又再也不想用卫生巾了 真的吗 但是晚上的时候我一般就是来的多的时候 我都是用的那个姨妈裤 Your turn Thank you 我也会用棉条吧 就我小时候开始的时候 当然是先用卫生巾 因为妈妈那一代人 都比较经常用卫生巾 然后先从ABC开始 那个有波合感的那个是不是 感觉当下一阵气氛 我妈妈那时候用的是那个人 我激动他第一次用的时候 我说这什么 有可能那个太凉了 公寒的人反而更不舒服 真的吗 不晓得 因为我没感觉 你一个强壮的pussy 强壮的pussy 有点放羊气 大一还是大二的时候开始用卫生棉条 然后我室友现在已经开始向卫生 卫生巾这个更加高级的方向发展 你等会儿可以科普一下 我可以跟你们讲一些 但是你问我具体用法的话 我也不是很懂的 因为我还没尝试过 还没有尝试过 把那么大的东西放到自己的 pussy里面去 月经碑它是一个 从平民大选生的角度来说 可以说是便宜 然后另外一点 它也是很环保 因为它就是一个硅胶材质 你可以一直冲入食用 就等于把那个学程度 想到那样的东西 用它的时候你要消毒 你要准备买一个 就是消毒卫生巾杯的一个东西 就可能是煮的 煮它用的东西 然后你来一碗的时候 你就把它放进去 但是月经碑 为什么棉条可以放得更久 对 它可以放一天基本上 你整天都可以放一天 我觉得它就互利啊 它可以放一天啊 你就不需要拿 但是我觉得很神奇 你躺下去的时候 你的血就在身体 倒流 生命的循环 Circle of life Circle of life 我第一次卫生棉条找入口的时候 找了斑田 我也找了斑田 我是通过卫生棉条 发现了自己的 铺系的入口在哪里 开始的时候 你很容易把那个塞到尿道 啊 那倒也是不至于 还是要多看起来摆着 之前没有买过推的那个 我就是怎么塞 都会有异物感 就我觉得就是 因为好像我之前推之前 我也在摆头上插了很多 然后在什么 我youtube站上都看了些很多 然后我觉得 手会变脏吧 那个东西 自己实操就觉得 因为可能没有找到 应到那个无感的那一段 然后就怎么样都 然后有一次就是我看 微博我转发那个 丹币丝的那个 就是说的那个 对对对 那个真过来没跳 然后我就被抽中了 然后脸上打钱 大家要买丹币丝吗 推荐大家去网上买 海淘版 会便宜很多 啊真的吗 真的 买那种一大户的海淘版 但是会买了一个月才到 但是会便宜很多 比较达密斯 学到了 达密斯打钱 达密斯不会给我打钱 因为我断了财路 但是海淘版要便宜很多 应该是两块钱到一块钱一个 我记得我之前在淘宾上找代购 对 买的都一大袋 就是差不多平下来一条 可能就一块钱两块钱 嗯 啊 啊 我身边有挺多朋友 他们就可能并没有第一次的经验 然后他们就不敢用卫生杯 就觉得 我是不敢用卫生杯 我也不敢用卫生杯 对我就觉得他们就挺怕用的 包括他们其实也都蛮感兴趣 但就总会觉得怕什么 弄到 但我觉得真的要看人 有些人就是这么痛不痛不进去 而且很痛 之前经常有一些就是女性主义运动 是在反对对卫生用品收税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这件事情本来就很不合理 作为一种像是女性必备的必需品 而且就使用频率这么高 她竟然还要在上面加税 那很多药品其实上面都没有这样相似的税 而且好像我记得就说 康德也没有税 说中文 我知道 我想不起来了一瞬间 剪掉截图 我一个人告诉一下 大名声告诉他好吗 但你要换个方面想 之前不是也有科研说 我就是女性比男性的平均寿命要长那么一丢丢 其实就是月经这个事情本身也是有很大作用的 因为子宫被脱落相当于是帮你的 排毒吗 对 就是这样 是个道理 所以就是ok fair 那她每次收金都算排毒 这不算了 你是毒吗 你不是 我是金子和暖细胞都结合 你也不 半个毒吧 半个毒 大家都是半个酷 就是我高中的时候 到高三的时候 我经常用棉条 学习任务比较多 然后经常脑子里想的事情 都是关于学习的 没有太关注生活 然后我当时做一些非常搞笑的事情 我现在都没想明白 就我塞了两根棉条进去 我忘记把上一个拿出来 对 然后我就又塞了一根新的进去 这件事情是我后面才发现的 就我在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实际上没有感觉 天啊 不是你没那个线 它没有掉 你没有看到那个线吗 它的线进去了 它那个线收进去了 钻得太厉害了 对 然后这个东西 就我以为 就在下一次更换的时候 我以为我把以前的棉条拿出来 但实际那一根没有拿出来的还在里面 那后面怎么办 然后后面我就开始觉得有骚痒 就是觉得下面有一些奇怪的味道 我可能过了三四天吧 其实已经很危险了你想想 对啊对啊 对 然后我就觉得不对劲 我当时去看医生 然后我几乎 可以确定就是里面有一根棉条 至于我是怎么确定的 是因为在这三四天之间 我又干了一件一样的事情 没有塞了一根进去吗 对 所以三根在我的身体里那次 然后但是这一次是后面有三根的时候 是我意识到了里面还有一根 就让我开始怀疑是不是还有第三根 然后我当时就去医院 我几乎是笃定的跟医生说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一个棉条在里面 然后那个医生一直在质疑我 很搞笑 哎有没有男朋友啊 有没有现生活 没有现生活你又有什么棉条 你有棉条这个东西很不安全 这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因为就是你是来帮助我治好我的问题的 而不是来质疑我做这件事情的道德不道 就是你是一个医生 你又不是在这里做一个道德标杆 而且我当时就是我一个人去看病 我也没有跟我家长说 然后我觉得其实也蛮有心理压力的 一个小女生 我跟医生说我要把那个棉条取出来 然后他就说不行 因为你是处女 我们不会给处女去做这种 深入阴道里面的事情 我当时就气死了 那怎么办啊 对啊 你就这样等着看着我死掉吗 因为这个确实是会死 这是什么奇怪的医生 我是真的 当时我回去之后我都崩溃了 医生又不给我取 我还能找谁 就大家好像都默认这种事情 太容易因此变换争端了 最后是 某天我在上体育课的时候 跳伸跳伸 但是那个时候 就我不想给大家描述那个恶心的场面 但是确实有点恶心 你们已经滋生了很多戏剧 然后那个东西出来之后 就用了一些普通的清洁措施 接耳音啊之类的洗液 洗了一下很快就好了 哇 我觉得真的应该证明一下 就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电视剧 或者小说都 就过度渲染了处女魔这个事情 就感觉好像 就是你的处女魔 只能通过新生活的方式让它破掉 破掉之后一定会流非常多的血 不然你就是一个什么假的 或者怎么的人 其实我觉得 就是真的会有骑自行车 就不要已经把处女魔给震破了 而且处女魔的形状 就是其实它本来中间是有孔 就是它有很多不一样的类型 有很多不同形状的处女魔 就像那你姨妈 就是能够出来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 就也是证明了 本来就是有孔的 就是说 就我觉得很多人 她的隔阂 就是她怕用卫生棉条 这个事情本身会破坏自己的处女魔 然后可能未来就会被认为是 你说你是处女 但是你第一次却没有流血 怎么怎么样 这样就会有一种荡妇羞辱 就好多人都真的是有一点害怕 这种 但是你刚才那个经历 我真的觉得很震惊 作为一个医生 这时候现在是女性医生 她难道不会有一种同理心去想你的状况 还觉得这是一种怕因为破坏的处女魔 而不给你看病 这个事情本身我觉得非常的离 但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你没有监护人在身边 如果你有带爸妈一起去 这个事情能有爸妈商量会好一点 也许吧 也许 毕竟你那时候还没成年吧 OK 那亲爱的元说到了妇科检查 那我们可以摇摇 关于妇科检查的经历 我一生中我这一辈子好像也就去过一次 你去一次干嘛呢 那时候是就是在底下骚痒 然后就去看 但我觉得还是挺羞耻的 我第一次去那里大开眼睛 他就让你躺在那个床上 是的 然后双腿一插开 拿个棉签 不拿个棉签还是什么的 然后就开始看我口 你难道没有 你有没有看过吗 我觉得好生气 没有 会不会大家就是去看妇科 他的医生也本身也会有一定的心理压力 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是 真的朋友说他怀疑自己得了某种HPV 他就觉得自己去就怕被当副羞辱 然后本身压力很大 也特别怕确诊 不知道该怎么给父母开口 这个事情 做HPV 大家有没有打HPV疫苗 打啦 最后一直还没打 还在排 我高中说在香港打 那个时候好像大陆还没有最高 你果然经历了很多 我打了9加疫苗 然后好像就是我就是差不多 高一的时候打完的 然后9加脂肪9种HPV 然后有50多种HPV 还是多少种 反正 然后我有一次 就是跟学校去副科检查 我就查出来 我有个HPV阳性 我说我不是打了疫苗吗 怎么还有阳性 然后后来一查 就他其实脂肪那9种 但是后来就他自己会转阴了 就是你要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 他慢慢自己就转阴了 就不要担心 但是能排上一定要去打 眼离男人 眼离疾病 Safe Sex Safe Love 去年万圣节的时候 我穿了一个很紧很紧的裤子 然后穿那个裤子穿了大概20小时以上 然后我就开始这样感觉就下体 就不大舒服 而且分泌物也不大正常 然后去看医生了 但是你要想妇科医生也很牛逼 每天看各种pussy 可能还有各种味道 第一号是海鱼 下一号是 查出来什么阴道炎 但是我就 我觉得谢金星阴道炎还是很长 对 然后对 那个医生跟我说 就是不用担心 就是阴道炎 那边感冒一样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它就发生 也不一定是因为你性生活而发生 它就是 对啊 没有性生活也会吧 对对 最强我不知道 然后就以为自己得了个大病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正确对待吧 就是你妇科的疾病 和你什么眼睛鼻子手臂出问题 其实都一样的 就是你的身体机能出了一定的问题 就不要有荡妇羞辱 就不要觉得很难为情 很不好意思 我觉得这都是挺正常的事情 因为没有人不生病 对 其实你去了医院 如果医院的医生都对你有一种 隐含着的偏见 你也不要觉得 因此觉得自己实际上 确实做了一件 错误的事情 然后看我们第一期做的是 讲身材交流 第二期是女性妇科相关 第三期想听什么 想听我讲男人吗 弹幕告诉我们 下期想听一下 我们girls talk什么样的主题 OK没了 再见 拜拜 走 下期再见 拜拜